有個費用叫做 比理財達人 功力更進化的叫做 理財達人 那你是 他進化成你 你再進化成我 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們到我們上海商銀 Pookie Bank 理財院 兒童理財營 今年我們會有很多新的火油器 來教導你們理財的概念 睽違了三年 就是三年的疫情都沒有辦法舉辦 那今年首次以面對面的方式 來舉辦這個實體的一個活動 我們首創了用桌遊的這樣子的方式 讓小朋友呢 能在很輕鬆活潑有趣的這個氛圍下 能投入這樣子的訓練 這一次的活動是由我們上海銀行 跟我們上海銀行叫基金會 以及新北市新莊地區這邊五個福倫社 共同來舉辦這個兒童理財營 我們希望兒童的這個理財教育 是能夠從小扎根 藉由遊戲的方式讓小朋友自然而然的 學習到一些儲蓄、投資、理財、甚至保險的一些概念 輕鬆的那個查匯方式 跟我們的家長一個互動 對於信託規劃及財富傳承的種種議題 做一個全面的交流 你說股票、匯率這些他們可能不懂 可是你用桌的部分能夠讓他們學習 就是什麼叫做買賣 然後從桌遊遊戲當中去了解到自己能夠要付出多少成本 然後可以得到多少的一個回本 然後甚至去做競價的一個遊戲 那我覺得孩子其實對他們來講 有學取到很多的一個觀念 我想現在兒童理財的部分跟大人是一樣重要 從小時候讓他奠定一個基礎的知識 是大人必須給予他的 我覺得活動很專業 課程規劃還蠻好的 然後講師就是大人的那個信託 講師口條也很清楚 那信託其實他有提到現金的信託 也有提到保險金的信託 還有包括股票信託 那最重要的包括可能就是還有那個遺囑信託 那今天的收穫 其實作為大人的學習而言其實是很棒的 投資是什麼意思 把你有的錢或者是你有的物品 用他們來賺更多的東西 哇 打得非常棒 非常好玩 還可以從一支類遊戲裡面 學到怎麼如何賺錢 可是就是可以教我怎麼理財 就是對於長大後就是 理財方面會比較好贏 這個是一個遊戲 然後我就覺得 一個東西賣了五萬多塊太誇張了 最刺激的是最後一個遊戲 期貨時代 最多錢了就會贏 其實我是最後一名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過程 不是結果 很高興 想要跟你們在一起 什麼時候 我可以賺錢 可以賺錢 可以賺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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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 太誇張了 好嗎 太誇張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